与周波带图的故事漫画早期就已经设置好了 卡卡西为何让第七班顺利通过考核 木叶村竟然取材于日本自卫队 对比火影动漫重温热血经典 大家好 我是锦西在几年前 我曾经做过一期对比火影 当时呢 实际上以漫画单行门的进度与动画内容对齐 发现一些火影中动画与漫画的细节差别 并且反响呢 也挺不错 只不过因为制作成本太高费时费力 所以后续一直在割 但是呢 从今天开始我还是打算不继续花云了 准备重新时期这个隔了很久的对比火影系列 火影的漫画与动画内容有哪些不同的细节 动画与漫画中的人设又是否有些许的差别 在火影的故事中又有哪些值得一提的细节 希望在这个系列可以给大家更多的感触与帮助 火影漫画第二卷收录的是第八话到第十七话的内容 对应的是动画第五集后半部分到第十集前半部分 第二卷单新门漫画的开篇也是紧跟上一卷第七话的末尾 面对一意孤行的第七半三要知 卡西冷酷的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你们三个全都不要感人者了 比起动画 漫画中卡西的表情刻画确实也要冷面更多 并且在漫画中这里稍微插了一段伊鲁卡与三代的对话 以伊鲁卡震惊的反应来呼应上面卡西严厉的宣判结果 不过在动画中则是将伊鲁卡和三代的剧情进行了小二的拆分改编 将伊鲁卡和三代的会面放在了更早的动画第四集 而在此时的第五集同剧情则是直接说明了结果 卡西现前的学生也都没合格 和现在第七半三要知一样 而在漫画中则在接近末尾时才出现的剧情 面对卡西冷酷的宣判 走出难以安娜自己的愤怒 冲上前朝着卡西出手 但是被卡西一招制服 卡西也对着三小只说出了他们最为根本的问题 不懂团队合作 因此一个一个指出了三小只的个性弱点 而后卡西便走向了不远处的魏灵杯 其实对这块魏灵杯有印象的小伙伴就会注意到 漫画与动画中这块魏灵杯的设计就不太一样 在漫画中的魏灵杯是一个写满名字的方形式杯 而在动画中的魏灵杯则更有设计感 是一个菱形造型的石碑 两者的设计差异贯穿了魏灵这部作品始终 但顺道一提 虽然这里有一块魏灵杯 但是此处并非木叶的墓园 木叶的墓园只是在这里 也就是第二部阿瑟马去触发感慨的地方 当民人听到这个石碑上刻的是木叶英雄忍者的名字时 当即大大咧咧的说 自己的名字直到有一天也会被刻在上面 但是当听到卡西说 这上面刻的都是在任务中殉职的英雄时 民人瞬间变连顿时羞愧不已 而在动画中则是加了人细节 动画里的名人甚至都不知道殉职是什么意思 是一旁的小英出院解释之后 人才愧疚不已的 这也算是强化了小英的科普学霸设定和名人的血渣设定了 不过我个人感觉这个细节呢没啥太大必要 倒是也没必要这么血渣 所以我卡尔西才正是说明这其实是一块魏灵杯 并且提到自己的好友名字叠在这块魏灵杯上 可见就算当时代徒这个角色的设定或许还没有完全 但是当时艾满至少已经给卡尔西构思出一个好友牺牲的毕竟故事设定了 随即卡尔西留下不仍让名人吃饭的规则后转身离去 但说起卡尔西这个考核我的感觉其本身其实还是挺反人者主义的 因为人者本身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抹杀感情服从命令 团队合作在人者这边其实算不得刚学 但是卡尔西的考核最保底的通过方法就是不经指挥布置规则以及团队合作 无视队友情听话的那些反而通过不了他的考核 换言之布置规矩且必须团队合作的孩子才有机会成为自己的学生 卡尔西的这一要求也于后来卡尔西外传中 他与戴图的故事经理想呼应 你看卡尔西这条的哪是学生 这分明就是翻版戴图 或许也正是因为卡尔西以及第七班所体现出的对救人者规则的反抗 也让他们在波子国最后与再不然和白信心相惜 因为后者同样也是被救人者制作工具论荼毒的受害者 这种为了友情羁绊而一往无前的言行 也很契合这关少年帐篷的少年慢足职 在这期间动画中又原创了一小段三代与一路卡的对话 三代决定追踪卡尔西的选择 要求一路卡无论如何都不要怨恨卡尔西 反抗第七班淘汰打回人的需要复读 已然板上钉钉 虽然卡尔西定下了不准给名人吃便当的规则 但是医生反骨的佐助 仍然选择打破规则给名人吃便当 本来打算追踪规则的小鹰也被触动 这类动画呢 则是加上了一段名人表示自己受到不便 于是小鹰为名人吃便当的温馨剧情 当然杰云本人并不觉得有多么温馨 但是还没得名人吃他两口 幕后的卡尔西就冲到台前 这里动画中则是加上了一段 卡尔西结印释放人数的过程 我还专门看了一下卡尔西所贼的印 为仇害子 杀时间天昏地暗电闪雷鸣 甚至连大地都争产了起来 当然我个人更感觉这个原创术就是动画组瞎编的 因为这种看似能改变天性的能力 卡尔西后来再也没用过 纯纯造出来渲染氛围 给三小只来点牙迫感罢了 而所说原创的剧情也不止如此 卡尔西就用这个不知名的原创术 拷问三小只 就给了三小只表达自我的机会 于无伦司的名人不知该如何表达 而佐祖和小鹰则说出了三人一组 三个人是一体的这样的理由 而名人最后也有机会来这么一句 三小只可能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的下意识之举 反而也让卡尔西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希望 从而顺利地让他们通过了考核 在漫画原作中 上一页还在接伊鲁卡之口表达卡尔西的严格 下一页卡尔西杀起层腾的跑到三小只面前 立刻当场说明了结果 那三小只顺利通过考核 黑客现前营造的营炖状况 也有一种供与突然的反杀感 随后卡尔西也借此机会 说出了一句经典中的经典名言 打破忍者规则与铁律的人 我们都加到废物 但是不懂得重视同伴的人 才是最差劲的废物 当年我看漫画的时候觉得这段台词真的是老帅了 而且这段经典台词 火影中也展开了数场故事 如后来的卡尔西外传 和剧场版火鸡以及继承者中 都不乏对这一场影子再演绎 野外生存训练考核篇 也随着卡尔西宣布的通过正式落下帷幕 这一段是火影中第一个小篇章内容 而在漫画中 这一画的末尾还有一段对名人的旁白 类似小单元剧的感觉 少年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冒险 最后有所成就 这也是火影大前期尝语的一种套路 但是在动画中这段旁白就被直接省略掉了 于是乎 隐人卓住小鹰也正式的踏上了自己的忍者之路 经浪一转正是通过考核成为忍者的伊西班三小只 也开启了自己的任务生涯 而在故事中则是展示了他们帮火之国大名夫人 芝芝梅追捕走失宠物阿虎的任务 比较有意思的是在后来疾风传开篇的故事里 也原创了一段木野完追阿虎的任务 甚至到了不认传的故事里也展示过抓猫任务 所以说这类任务呢仿佛也变成了一个传统 当然可能更多粉丝也注意到了这时候火影特别的科技术 忍者们其实是会使用无线电这种通讯手段的 包括到了第二部的故事中 无线电通讯也在独中敞过 在任务的末尾还有一段名人吐槽 难道没有其他更有紧张感的任务的小原创谈词 这也为后面名人抵触节任务的清洁做了铺垫 而关于知智美夫人在台湾动力版翻译中 对象她的身份说明成了火之国诸侯夫人 事实上这一点在日文原版以及动画中表述要更为清晰 知智美夫人就是火之国大名的棋子 大名本身呢就可以理解为是日本的一种诸侯 当然鉴于这个时候火影的世界观上不完全 咱们也不太清楚 知智美夫人是不是就是后面那个瘦瘦的火之国大名的棋子 毕竟他俩也没同名出现过 国内动画字幕组在这里拿出错了 储猴可还行 不过说到世界观 即将开始的波之国篇 其实就担任着向读者交代火影各方面世界观的重任 这一点在后来的方方面面都可以体现出来 今天三代火影给第七班安排的后续无聊的任务 明人表现出了相当的抵触情绪 而故事中也顺时借三代火影之口开始了第一次世界观讲解 也就是对人的等级与任务的初步说明 当然了关于任务设定这点 后继的火影也补充了不少 例如在任务任务中其实还有s级这种难度 而这种任务同样理论上是交给商人来做 但是这些任务的交付又不是完全严格的 所以跨人的等级及高级任务 在后来火影中也并不少见 而根据三代火影的解说简单理解的话 忍者 说白了也就是参与任务 处理赚钱的一种职业 忍者村也就是忍者们生活 并且分配各种任务的地方 不过在这里也让我想起了公司书 认证书中暗门的解释 暗门打小生活的地方 附近有日本自卫队的基地 而木野村的设计等方面 多少也受到了这方面影响 不过得亏是自卫队基地 而不是诸日美军基地 本来云野村的黑哥们 怕是在第一步就能登场了 在三代火影听一讲解时 故事也顺道 以知识梅夫人交付酬劳的画面 进行了展示 而这里万华中华给出了早期设定中的木野钞票 达然参赛的话 知识梅夫人怕是支付了20万两个酬劳 在在宾子书的展示中 足够是B级任务的顶级酬金 所以说真不愧是领主的夫人 真的不差钱 更加戏剧性的就在于 后面第七班真的接了一个名义上为C级 实际难度为B级的高男主任务 一时之间我都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伏笔了 而在动画中虽然没给出这钞票的正面特写 但是从画面细节来看 与漫画中的形式应该并无二样 就是不知道为啥漫画里也在这里的背景和画俩裸男 估计动画制度的时候 怕是也发现了这个细节 所以直接把这俩裸男连带台子都一块给删除了 连对名人的耍性子和表现出的小觉悟 动画也缘上了一段三代火影略感欣慰的小感慨 当初那个只会恶作剧的孩子总算成熟一点了 或许算是出于对名人的奖励或考验 三代也给名人安排了一个C级任务 也又是保护来自波浙国的造小高手达子娜 自由在木叶村长那梅诺波尔的名人 终于有了促成执行任务的机会 同样 独自和观众也有机会跟着名人一起了解更与丰富的火影世界 只不过这个C级任务却是没那么简单 其在达子娜宣告完自己的身份后 有一个黑影在森林中一闪而过 这次原创的小季节也预示着名人等人 交遭遇巨大的危机 好讲到这里 杨青的对比火影第二卷上 也差不多结束了 如果对比的期视频还有什么意见建议 也可以发到评论区里与大家交流一下 这里是警示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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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